马上就是立下了 一起来做一锅五香柴叶蛋吧 我家的锅刚好放得下12颗鸡蛋 今天就做这么多 加冷水没过鸡蛋 开大火 盖盖煮沸 煮沸后离火焖5分钟 煮熟的鸡蛋擦干表面水分 用勺子的背面轻轻敲打出均匀的裂纹 方便入味 锅里重新加600克清水 接着加入两颗八角 一颗桂皮 两颗香叶 两颗小茴香 30克白砂糖 20克盐 15克老抽 25克生抽 开大火 加盖煮沸 卤汁沸腾后 转小火 加入5克红茶茶叶 盖上锅盖 焖3分钟 时间到了 把敲碎壳的白煮蛋 加进卤汁里 转大火烧开 然后转小火 盖上锅盖 焖5分钟 时间到了 关火 但是先别急着离火 你可以看到 借着炉灶的余温 锅里的汁水 还冒着泡加热呢 等到锅里的泡泡停止翻滚了 大概2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煮好的茶叶蛋 建议在卤汁里 浸泡12个小时以上 更入味 而且 如果一两天内吃不完 最好把茶叶蛋和卤汁分开 避免茶叶蛋过咸 卤汁可以二次使用 在用的时候 适当加一些盐 补一下味道 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